早上好啊 你起的真早啊 白天休息的时间太多了 晚上自然就睡得少了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啊精神喊 打扫屋子之类的事情 也不用天天做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好好养伤 我知道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椅子上看出 这里有个这么大的书柜 真是太好了 哈哈 这可是我花了好久的心血 才搬进来的收藏哦 真没想到居然有一天 能够派上用场 里面有不少的书 我自己都没看过 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可以跟我说一说 嗯 好的 一起吃过早餐之后 接下来 该做点什么呢 还要探索 我现在还要探索一下 这块结局了是吧 还要探索吗 有人知道吗 不能一直探索要刷好感度 要刷好感吗 是探索还是聊天啊 我也不对啊 我去我也不知道 嗯 探索聊天 娱乐 独处睡觉 这个 要陪他吗 陪他聊天是吧 那状态很好啊 多聊天 多娱乐 不要探索太行 呦 稍微聊聊吧 伤口还疼吗 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虽然这边还剩一下 还剩一些药品 和绷带可以用 但这样的情况 并不能持续太久 不过我会去外面 多找找的 如果能找到 更多的药品 和绷带就好了 嗯 嗯 一股微妙的不信任 感徘徊在我们俩之间 将我和他的距离 慢慢隔远 曾经 一个月 后获得救援 为目标的动力 已经在无限期的等待 中大概差不多 已经消耗殆尽了吧 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波澜不轻 可是如果不尽快找到新的目标 恐怕也没办法坚持多久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探索 这个时候必须要探索 不能聊天 对了 之前我在的那个房间 找到了一个笔记本 虽然大部分内容 都被抹得看不清了 不过最后几页上面 似乎留下了不少重要的信息 哦 你看上面不是画着路线图吗 虽然很潦草 但应该能看懂吧 抱歉 我对这个不是很擅长 啊 没关系没关系 我只是有预感 这几条路线图 终点所标注的区域 肯定能找到点什么 所以不要放弃希望 哦 放弃希望 妈 你误会了啦 我现在还能活下啦 已经完全出脱你的福了 所以 未来怎样多好呢 我已经不会害怕了 他这样的说法 莫名让我感觉到 有些不安 不过 以目前的状况 我也没办法 向他保证你什么 因为 我已经不想再欺骗他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直接探索了 就不用聊天了 对吧 走 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 伤口又痛了吗 没有 没有 只是昨天看书 看太晚了 不用刷好感度吧 现在时间多的是 没必要一口气看完的 我知道啊 可是真的很有意思吗 别太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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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不会啦 哎哟 这个娇喘的声音真是 一起吃过早餐之后 接下来会做点什么呢 有选择性啊 有选择性啊 刷好感 刷好感 不刷好感 吃扫完 谢谢我们的梅 送的三十个三十个三十个 三十个荧光棒 谢谢梅送六六 荧光棒 不刷好感不行是吗 娱乐 玩游戏 好吧 玩扑克牌 我们稍好感 要不我们快进 快进吧 九 我知道了 七九五等于二 二乘以九等于十八 十八交六等于二四 什么鬼 我看看好感度 来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很有意思 什么意思 书柜里面找到 不得了的东西 给 似乎是一本 有趣的漫画 确实很好笑 当做早餐前的 开胃才刚刚好